由彰化县政府指导彰化县三山国王客家文化协会 主办的陆金银客艺文传新 2021彰化县三山国王客家文化节系列活动 将在12月4到5日在鹿港镇三山国王庙举办 这天主办单位举行记者会 县长王会美表示 这一次活动有客家艺文互动体验 花布拼贴、美食演习、童玩制作和舞蹈歌谣等表演 邀请民众到鹿港游玩 三、二、一 请启动 彰化县长王会美 彰化县三山国王客家文化协会理事长胡祥俊 与鹿港镇长许志宏 于记者会中共同宣告 今年彰化县的三山国王客家文化节正式展开 12月4日5日 在鹿港镇三山国王庙将有一系列精彩活动 我们鹿港也是个开放式的博物馆 那刚好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四季宏里面的冬季 那也有一系列的活动 所以欢迎大家一渐二个 除了来鹿港可以看到我们的三山 这个国王相关的客家文化的一个原貌 也可以来顺道鹿港 在做我们美食 还有非常多活动的参与 那天是这个鹿鱼祭 港边的乌鱼乐时节 所以很精彩 欢迎大家共襄盛举 本次活动有客家艺文互动体验 客家花布拼贴 美食研习 客家童玩制作 客家舞蹈 歌谣 传统技艺 施政表演 即彰化县 三山国王 朝圣典礼等 鹿港镇长 许志宏 欢迎大家来游玩 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 迎接2021鹿港 这个三山国王庙 的一个客家文化节 可以说 能够 在我们六甲 有客家的一个西脉 按这个广东的朝中 这个西脉来到鹿港 那也建立了我们一个三山国王庙 可以说 在我们彰化馆也站一起之地 透过我们张花县政府 能够今年 在我们鹿港来做一个举办 也感谢我们客家文化协会 大家积极 努力的 在最短时间内 能够筹做这个活动 在我们鹿港 为让民众 及客家子弟 了解客家文化 县府及三山国王客家文化协会 于县内 39间具规模的 三山国王公庙 及客家文化社团 希望透过三山国王的力量 把客家文化发扬光大 藉由熊心一张花线采访报道